大家好,可能很多养茶花的花友都遇到过一个问题,就是茶花落叶,茶花落叶的时候呢,可能很多花友啊,非常的紧张,非常的担心,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,最重要的是什么呢?最重要就是找出害它落叶的这个元凶,这样子的话呢,才可以避免叶片的大量的脱落,影响这个茶花的生长,那么茶花它会出现落叶这种情况,元凶到底是什么呢? 首先第一个元凶就是烂根,根性烂了,那么自然就没有办法吸收水分和养分,那么就会影响叶片的生长,叶片自然就会脱落,不管是积水还是肥害都会导致烂根,那么大家养护的过程中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养护工作,不能够长期积水,也不能够失浓肥,最好就是失薄肥,浇水的话呢,见干见湿就可以了。 第二个原因呢,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原因就是盆土呈碱性,茶花它是比较喜欢偏酸的土壤环境,如果盆土呈碱性,而且碱性情况非常的严重,那么就会出现叶片脱落,我们在养茶花的过程中一定要定期的补酸,补酸的话呢,我们可以用硫酸亚铁,或者是这种洗酸植物性有精养液都可以,那么这是第二个元凶。 第三个元凶是什么呢?就是湿度不够,茶花它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,如果盆土长期干旱,再加上呢,这个空气湿度不够,那么就会导致它叶片脱落,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,浇水一定要见干见湿,经常呢,可以给它在叶面上喷洒水污来增加空气湿度,这样就可以预防叶片脱落,那么这是第三个元凶。 那么第四个元凶是什么呢?就是感染了病害,特别是碳居病,感染碳居病的话,叶片也会大量的脱落,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定期给它进行杀菌,可以用多菌磷定期喷洒叶片,或者是家庭使用有老人小孩的,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一点这种杀菌剂,也就是小粉药,这样呢,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止碳居病的效果。 那么我们在了解了这四个元凶之后,我们养护的过程中及时的避免,叶片呢,就不会脱落,也能够长得脂肪叶茂。 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